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剑招剪招节目系列 那今天又带来一个非常震撼的平衡术揭明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位魔术师的表演 桌面上有两张扑克牌 我们注意仔细看 扑克牌放在这边 那正常情况下 扑克牌如果在桌面上站立是非常非常难的 难度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诶 扑克牌怎么站立在一块了 反一面居然还可以 那这时候我在怀疑是不是扑克牌是魔术道具机关呢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那这位魔术师又把扑克牌撕坏了 证明这个是普通的扑克牌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扑克牌还是依然能够站立起来 那究竟这个非常神奇的站立术 还能做吗 还把扑克牌继续撕下 依然站立在整个桌面上 那这个魔术看到这边呢是不是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怀疑啊 那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专业的事情就要给专业的人 那今天呢就带大家还原这个魔术 告诉大家这个魔术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我拿来了这一副扑克牌啊 那扑克牌呢 那在桌面上要站立 那首先要给大家科普一个物理学上的一个知识点啊 也就是说在平面上要让一个物体呢这样站立起来 至少需要四个点 这个叫做四点平衡 那扑克牌呢 其实可以想象这两边是一个点 那这样的话是无法站立起来的 那如果你把这个边缘选项成它是无数个点的话 其实扑克牌在一个绝对的平衡状态下 它是可以在这个桌面上平衡的 但是呢空气上会有一些 比如啊你在说话有一些小分子在运动 那这个扑克牌很难去站立 那魔术师究竟是怎么做到让这个扑克牌在桌面上站立的呢 那这个就要说到扑克牌里面的一个道具机关 那首先扑克牌这样数值站立需要四个点 那这个四个点呢需要通过魔术当中的引线来完成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引线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有根非常非常细小的这个线 可能你没有看清楚 那我为了证实这个线的存在呢 我把一根火柴放在了这个上面 看到吗火柴悬浮在一块 那这根线呢是极为非常细的 而且是黑色的 在黑色的桌面背景下呢 你基本上看不清它的存在 那把这个魔术的原理讲清楚 我拿出了这一个线 那这是一个简单易懂 大家都能够看清楚的这一个白色的线 那首先呢我们需要把这个线的一头固定在底下 或者两头都固定都可以 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桌子底下一个地方 我把这个线绑起来 好了接下来呢我固定住了这个线 然后另外一头呢我们需要一个重物 那我就把这个手机吧 这时候呢手机在桌子另外一边往下放 OK那这时候呢大家在桌面上也没看到 这边就有一根弹力的线 看到吧 这是一根弹力的线 那这根弹力的线 其实用黑色非常非常细配合黑色桌面 你是完全看不清楚的 那魔术师表演的时候 我们注意自己看啊 这个动作它在挑的时候呢 其实在挑这根线 那这时候呢桌面的对面是一个点 这边是一个点 这两个点 也就是说至少有四个点 这样呢就可以把这个扑克牌进行平衡 看到吗 平衡没有问题 用力一吹还是能吹下来的 那这时候呢只要顺着这个魔术的表演 把这个牌这样 第一次站立没有问题 然后呢再找这个地方 把站立起来都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还是一样可以站立 那这时候呢把这个牌在这个地方 撕一半撕下来 然后反转一下还是在中间 它还是依然可以站立的 那我们这样做一个小动作 这样固定一下 好 这时候还能站立 那这时候再把它撕下来 非常非常小的这个角 还是放这边 稍微的整理一下 好 这时候呢 轻的一吹 就完成这个魔术效果 那这个弹力线大家可以去哪里找呢 可以去鱼锯店 买最最细的那种鱼线 或者呢去用丝袜 在丝袜里面把那种很细的线抽出来 要线非常非常细哦 那你也可以去专业的魔术 道具店买 好了今天的介绍和简单节目就到这边 飞哥制作视频不容易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更多精彩魔术就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